市区街道全部被大水淹没 山区也因强降雨造成土石崩塌 这是中国大陆华南地区去年盛夏期间 六月及七月的洪涝灾情 许多困难户家园毁了生活无以为继 当地政府委托慈祭志工介入关怀 要在农历年前送上过冬物资 这次志工也是收获满满 非常感动看到了不同的家庭 也是艰苦惜福了 也是想把我们慈祭这个山的种子 剥洒在这片土地上 访查过后 慈祭原定12月要进行寒冬送暖 无奈疫情大爆发 许多志工因为染疫无法一约而至 但居民引颈期盼 最后志工还是决定让送暖行动如期举办 这个疫情不是很明朗的 情况下大家冒着那么大的风险 来到我们田园镇来干碍我们 这些群众我想我们实际的大福大爱 对我们的群众来说是一种鼓舞 这些东西实用吗 用好用的 对你们帮助大不大呀 很大 直到居民等着这些物资过年 志工在人力不慎充足的情况下 依旧帮助了1831个家庭 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帮了大忙 现在就感觉有一点点累 但是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看到有很多的人 比较困难的群众 他领导了这个关爱的物资 然后我也看到他们会比较开心 结果冬天他们可能会做的 比较大好 比较稳暖 我们的参考人家 他群众的状态 一箱箱充满爱的生活物资 相信是受灾居民们 这个年受到最暖的礼物 戴新闻 真善美之工 李逵 戴新明 梁文荣 杨启 广东报道